我摸到我的鼻樑了耶 我真的摸到鼻樑 大家好 我是奶昔 歡迎來到奶昔的頻道 今天呢 要帶大家去做一件超級特別的事情 那就是鼻樑骨枕腹 什麼是鼻樑骨枕腹呢 就是調整你鼻子的輪廓 就是像枕骨一樣推你的鼻子 聽起來是不是超級痛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怕痛的人 所以等一下帶大家去試試看 那我還聽說 等一下 聽說什麼 聽說很多藝人有來這邊枕骨過啊 然後全臉枕骨然後變得漂亮亮亮的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去迪洋整庫吧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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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之前先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Dore Miso 超緊張 超緊張 不知道會不會很痛 你們這個年紀就是要漂亮 但是你不覺得 最重要的是你整個臉都是暗沉 對 我也覺得 這個暗沉全部都是跟你的鼻子有關 嗯 不是你擦什麼可以消除的 你自己看一下 超 照妖精 我講沒有關係嘛 來 自己看 好 你自己這裡全部都是黑的 都是暗沉 等一下就可以消失了 這麼厲害 然後再來 你看你的鼻鼓 你到這裡就是擴散的 嗯 這樣比較清楚 好 這是擴散的 嗯 而且你的 南中這裡都是塌陷的 嗯 我目標就是要把它 好 來 放輕鬆 哦 但是你要配合 因為 好 處理到這裡 會有一點點痛 好 但是它不會痛一種 就是 好 剎那間痛一下就過了 好 好 放輕鬆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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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吸 吐 吸氣 吐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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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還是生小孩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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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氣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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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生小孩是兩碼式 哈哈哈哈 想的太多 我覺得我都哭了 我真的哭了 它 它不會兩邊一起哭 它是處理哪邊 哪邊會掉眼淚 哦真的嗎 對啊 我好像左邊的眼淚比較多 一點點 你還幫我擦眼淚 好貼心 來 放輕鬆 哦 收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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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它的鼻層就比較高了 哈哈哈哈 有嗎 或者是你腳好痛 好像有欸 好像有欸 不是好像是有 是真的有 嗯 這邊好像有比較挺一點 對 但我現在都被眼淚 欸有欸 還沒有完全好 我覺得有 還沒有 還沒有好 你整個下巴都是暗殘 你不要消掉就要回去啊 哈哈哈哈 哈 下巴也有是不是 嗯 你自己照鏡子 整個這裡都是黑色的 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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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這裡 大家都會哭嗎 大家都會哭嗎 這不叫哭 設計內線嘛 所以處理一邊釣一邊 不會兩邊一起釣一邊 來 趕快燒 來 趕快燒 稍吸 吐 吸氣 吐 吸 吐 吸 吐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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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 現在已經把你右邊拉比較高了 嗯 嗯 可以照鏡子 有耶 因為剛剛你 你這塊骨頭是已經延伸到這裡了 嗯 這裡還有你骨頭的記號在這裡 已經給你推到這裡面 啊這邊 還可以嗎 啊還行 好 我剛剛覺得 剩一邊 好了 招 吸 吐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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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不好 可以照鏡子的 喔 這邊是 喔 我摸到我的鼻樑了耶 我真的摸到鼻樑了 你現在不能用力 因為剛剛把它裡面聯盟有拉開 你再用力就是會把那個細細的微水管拉扣掉 我覺得我現在很像什麼 你接它放輕鬆 鼻霞片裡面然後那些 怎麼樣 超痛 我的眼淚還在眼裡 看起來比較挺嗎 有喔 棉花葉後 我在上下在拉來拉去的時候 裡面就比較很好 我覺得還是很痛 但是可以可以忍啦 為了為了漂亮 對啊為了漂亮什麼都可以忍 你的鼻子再弄個兩次就完全不一樣 真的假的 那間隔要隔多久 今天星期六看禮拜二能不能來 喔所以要可以這麼近 可以啊 初診我都會跟客人講 一個禮拜來兩次最恰當 那這種全臉的也是會很痛 不會啊 全臉的不會很痛 不會痛 比這個還不痛 五十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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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怕痛的人 但我以為你也比較痛 一股比較脆弱 大家都口耳相傳耶 嗯 他們回到公司 互相會 會看 對方的臉 發現說不一樣 就說語氣整形 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 只是以後的時間 語氣就變這樣子啊 所以他們也補了一個 教會介紹 謝謝 謝謝 下次再來 我剛剛已經去整完鼻子了 喔不是整形喔 是整骨 然後大家有看到我這邊 現在應該還有紅紅的 然後我剛剛還有 流鼻血 因為剛剛那個師傅他 就是拿那個 一根很粗的棒子 直接插進我的鼻子裡面 然後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那個 棒子有一個 味道 有一個 為什麼我覺得很像會紅色的內容 但不是我們今天很健康 是一個 木棒 然後插進你的鼻子裡面 然後 去 這樣子喬 我真的那時候覺得 我的人生是黑暗的 我想說為什麼 要來 燒他自己 可是我弄完之後 我就覺得 還不錯 鼻子好像比較挺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嗎 有鼻子挺一點嗎 有的話再幫我下面留言喔 應該是有啦 然後 他有說就是 再來個兩三次 鼻子應該看起來很不一樣 所以下次我應該還會再來 兩三次啊 然後做做看鼻子 以後還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去試試看 全臉啊 或者是全身的 然後或者是其他更特別的 變美的方法 我再帶大家去試試看 然後有想要看怎樣的體驗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大家可以記得幫我 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